你是为了让我给你当翻译 才续约的 太功利了 不不不 丽雅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丽雅 你听我说 我 我 我真的 续约这件事呢 我不是单单因为 这个翻译的事 我很认真地考虑过 我觉得咱俩 如果就这么分道扬镳了 有点可惜 是吧 所以我建议 咱们再续前两个月 好不好 要不这样 内容由你来主导 你说了算了 行吗 那我可得想细致点 要不然竟我吃亏了 那你同意了 我没说同意 我就说考虑考虑 行 你好好考虑考虑 反正由你来细扫 到时候咱们再说 我可没说要起草协议啊 你粉了 你嘀咕什么呢 那个烫 你吹吹再喝 好了 我先走了 你考虑清楚 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 你对那个协议男呀 是动了真感情了 是不是 我以前就是想让他替我挡挡 赵文波的 可谁知道 这杵着杵着就 杵着杵着就杵出 真感情来了 对吧 他人特别诚实 要么不说 说到就能做到 真的挺难得到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 赶紧把他拿下呀 可我总觉得 觉得什么 我之前对人家动机不纯 对他太不公平了 那 那你当时不是因为 特殊情况吧 那再说了 你以前也不了解他呀 关键是现在 现在你爱上了 那就是爱上了 你说我是不是太不理智了 我应该冷静冷静吧 丽雅 你早就应该 从赵文波那个阴影里面 走出来了 杨丽雅 开始一段新的恋爱吧 干杯 干杯 非得我来说吗 你说不行吗 他怎么能成啊 你要表现出你的诚意来 你还得拿出你的男人气概来 可是我心里没底 刚刚你还信心满满的 老李 你别看我爸那天那样 其实我爸是一个 特别通情达理的人 你只要好好跟他说 肯定没问题的 加油 我相信你 好 我一定不辜负 组织上对我的期望 好 距离 好 注意脚下 喂 谁呀 叔叔 我是李洪海 干吗呀 叔叔 我上次啊 没有招待好你 我想再请你吃顿饭行吗 用不着你招待了 我不吃 叔叔 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讲 你爸拿电话挂着 可可 你不用跟李洪海 在一起嘀嘀唬唬的 我的话可是说明白了 爸 您的话先别说 那么满行吗 人家请你吃顿饭怎么啦 跟他有什么可吃的 我不吃 爸 您是不是觉得特没脸 见人家老李啊 什么 我没脸见他 你开什么玩笑呢 你上回那么对人家 您是不是觉得特惭愧啊 谁惭愧了 我对他还惭愧 那你不惭愧 你大大方方 跟人家吃顿饭怎么啦 你躲着人家干什么呀 那哪吃啊 旅行的意义就是 一次又一次地邂逅 下一站 海州 美女 需要向导吗 我可以带你领略 海州的风情 流动的荷尔蒙 你的名字很有趣 有什么含义吗 我可以当面给你解释听啊 我到了海州联系你 可要替你详细地解释啊 你哪天到 留个电话吧 初初 上回呢咱们是 饭也没吃好 话也没聊透 今天咱们重新来过 今天这杯酒呢 就算是正式地 给您接风 也算是我 跟您赔个不是 我先干了 那天回去呢 我就深刻地反省了一下 我觉得我这冒出来的 太突然了 让您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您说 我是提前跟您打个招呼 早请示 早沟通 再见面 那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跟打不打招呼 都没关系 就是打了招呼 可以怎么着还怎么着 叔叔 咱们边喝边聊 我先干了 叔叔 其实我特理解您 您说上回 您的态度 说白了还是对我不放心 他为什么不放心呢 还是不了解吧 没关系 咱们慢慢了解 不用了吧 结论我都下了 还了解什么呀 叔叔 我明白您这意思 您这是在激励我 您是鞭策我 对吗 放心 我一定奋发图强 努力赶上 我争取明年 就把我那包子铺弄成连锁的 别撤了 谁敢鞭策你呀 你可真会 往自己脸头贴近 你爱奋斗不奋斗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叔叔 我是真心实意地喜欢客客 您就给我个机会 成吗 你们俩不搬配 这搬不搬配的 你得分从哪个角度说呀 李洪海 你这个岁数应该有四十十零吧 就你的条件 怎么配得上我们家闺女 我们家闺女是要财有财 要貌有貌 而你呢 就是一个开包子铺的 我再说白医生 就跟白医生一个等级 你还想说什么呀 来吧 杯中酒 喝完以后各自早点休息 别啊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老板 再来一瓶 好嘞 再来两瓶 干吗呀 你想挂我啊 吃不吃 今儿 咱不把话聊透了 谁都不许走 有意思 陪红 还没走啊 我看你一个人还在这儿 我就陪陪你呗 不用了 没事儿 你先忙 等你忙完了 咱们去吃宵夜 我不饿啊 你就不问问我饿不饿 想不想吃啊 咱们下次吧 下次咱们一块儿吃 咱们干了 咱们干了 行了 不喝了 该回去了 那不行 咱们今天话不聊透了 谁都不许走 还聊什么呀 咱们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贫贱夫妻百事矮 比贫贱更不矮的事情多了去了 有钱未必真幸福 那没钱就一定不幸福 别老跟我签钱钱的 我告诉你 钱有时候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知道吗 钱不是好东西 那你挣啊 我要想挣它就能来 哗哗地来 知道吗 哗哗地来 你本事大了是不是 你吃了一头牛了是不是 钱就不是个事 别老跟我提钱 好 钱不是个事 我来的时候 这旁边全是别墅 有本事你去买一套钱 不就是别墅吗 别说一套别墅 就是十套别墅 也不算什么 别墅嘛 算什么 吹牛吧你 就凭你现在开这个包子铺 你天天饱不吃不喝 估计也得等了下班辈子了吧 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这个只要是拿钱能买来的东西 它都不算什么 我跟夏可可之间的感情 那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来的 你知道吗 哥哥 谁是你哥哥 你小子是当笔子上脸是吗 兄弟 你呀 怎么就听不明白 你白活了 你说谁呢你 我看你是找抽啊 你是 我 这兔崽子 就这点能耐 连你 老李跟我爸出去喝酒去了 这都几点了 俩人还没喝完呢 我发微信也不给我回 急死我了 要我说这事 没必要那么麻烦 你偷偷跟你爸套路一下 把李洪海的底一漏 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他自己不愿意透露 我干吗要帮他透露啊 再说了 他自己要找罪受的 那就让他找去呗 我正好看一看 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要我说你谈了爱谈傻了吧 你就不怕你爸 把这事给搅和黄了 真把他拧跑了 那就说明他不爱我 跑就跑呗 我还不稀罕呢 还那么精神 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 这点酒量还得跟我老头来拼呢 走 我的 累死我了 来 就 行 不行 我还得再打一颗 你不是不稀罕吗 又被这别打呀 喂 老李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怎么也不回事啊 怎么样啊 你把我爸拿下了吗 谁拿下谁啊 谁拿下谁啊 这小子喝趴下了 爸 老李他没事吧 我正要送他上医院呢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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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小谭 这 这怎么了这是 你来得正好 来 打把手打把手 好好好 你车呢 在这儿呢 好好好 来 好 怎么喝成这样啊 就这德行 来 来 这把我累的 这小子 太准 爸 你怎么把人家 灌成这样了 我灌他 是他灌我 还敢跟我拼酒 你一个小娇巧 逗我是老家贼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爸 人家请你喝酒 是好意 就是想跟你沟通沟通 沟通个屁 他今天跑到我这儿 来示威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脸皮有多厚啊 跟我吹牛说 挣钱都不是事 我想挣那钱 都是哗哗的来 我说你吃了一头牛了吧 爸 那说明您来了以后 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 他有信心了 有激情了 吹牛满嘴跑火车 这叫激情啊 可可 今天我可是把这小子 彻底看透了 咱别得抛开不说 就单说吹牛这一条 这个男人就是个废 什么玩意儿 是是是是是 爸 可可 我告诉你 马上跟这小子断了 连见面都不行 你听见了没有 爸 尹可别逼我啊 说不定哪天我俩就把证给领了 等我俩生命主持人熟饭了 我看你怎么办 你敢 如果你真敢这样 我马上把你带回老家去 爸 您怎么能这样呢 我说的话你听不听 可可可可可 可可 叔叔说什么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叔叔 您也消消气 可可呢就是嘴硬 其实您的话呀 他早都听进去了 您多给他点时间 说不定明天呀 他就能把这个弯给转回来了 喂 这有你什么事啊 可可 你怎么说话呢 今天多亏着人家小谭 要不怎么把那个醉鬼弄到这儿来 叔叔 您别急 今天也够累的了 要不我先送您回去休息吧 可可 我是你爹 你一切都在听我的 走 没错 你一会儿 急什么事 小谭 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叔叔 您可千万别客气 这都是应该的 孩子大了 真是不让人省心了 叔叔 这事啊 不赖可可 有些人花言巧语死缠烂打的 可可那么单纯 哪能提防得住啊 他们的事你都知道 我们工作室的人都知道了 大伙全体都想不通 谁能想得通啊 叔叔 幸亏是您来了 我再不来 不定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 都急死我了 我比您还急呢 叔叔 我的意思是 谁急都没用 您急了就有用了 可可啊 大小就任性 这都是我惯出来的 喂 配偶 喂 可可 我到楼下了 你快上来吧 你爸来了 你爸来了 我爸来了 他来干吗呀 刚好 就他 吃衣裤再回来 好球 妈 您正是干吗呢 我干吗呢 我来看看人家小台呀 对呀 我请叔叔来的 爸 人家谈设计事很忙的 您就别在这儿耽误人家工作了 跟我走 我不忙 我一点都不忙 你看不出来呀 我今天本来就是要陪叔叔的 你管我们爷俩的事干什么 你该干吗干吗去 来 这边 来 这边 好 这边 您该打这个 十一号 好 来吧 那就麻烦您了老板 您放心 冬一到了我就给您打电话 行 好嘞 回见 行 回见 小夏 宋总汪老板 您忙着啊 慢点啊 好嘞 流动的荷尔蒙 我已经到海浙了 我们在哪儿见面 喂 老李 你在哪儿呢 出事了 这样 我去包子铺跟你说啊 拜拜 小谭 咱眼俩啊 有缘分 而且呢 咱俩还特里要得来 是 我呢 非常欣赏你 来 我敬你一杯 为了你事业的成功 今后生活的幸福 好 来 谢谢叔叔 好 小谭 今天叔叔是过来人 年轻的时候也激情澎湃过 我只想送你一句话 这天下的事最怕的是什么 什么 最怕人有恒心哪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的 叫 妾而不舍 今时可露 京城所至今时为开 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可可 能不能喜欢上你 这我可说了不算 但是可可要跟那个 李洪海在一起 我是坚决反对 我这一关他就过不去 您太英明了 这杯我干了 我 看什么呢 我在看流动的荷尔蒙 你说你叫流动的荷尔蒙 可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你的荷尔蒙在流动啊 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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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 还不太熟悉 熟悉一下就好了 嗯 我觉得也是 可我明天就要飞走了 那我们尽快熟悉起来啊 我们是不是该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 嗯 行啊 那我们一块去威乐场吧 那可是小孩子去的地方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应该用成年人的方式 成年人的方式 好啊 走啊 走啊 这个谭林怎么走上歪门邪道了 还盯上你爸呢 你说你跟我爸这顿酒喝的 不仅惹挠了我爸 你还让那个谭林查了空子 他那个人本来就难查 你又不是不知道 没事 明天我再请你爸吃顿饭 还吃 你俩吃顿饭都快吃成仇润了 你还吃什么吃 你爸什么时候走啊 这事可千万不能弄你了呀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让你爸冷静下来 只要他冷静下来了 这个事就好办 爸 爸 我一看见你 我就冷静不下来 不是 爸 你带他来干什么呀 小谭 来 坐 李洪海 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啊 这 这是可可他们同事是吧 你甭装了你 我问你 我为什么要把小谭带到这儿来 他想吃包子 谁喜欢你的包子 我告诉你 我带小谭来 就是要跟你说一下 我找女婿 就是要找像小谭这样的 这就是标杆 也是我的底线 你知道吗 爸 您不让我和老李谈恋爱 这已经是棒打鸳鸯了 您现在还乱点鸳鸯谱 这是错上加错 您知道吗 我乱点鸳鸯谱 我总算还有谱 你有谱吗 坐吧 进来 副主编 您找我 丽雅 我刚看完陆盘的资料 觉得各方面都挺不错的 我决定给你争取一笔资金 算是天使投资 怎么 你不高兴啊 没有 谢谢副主编 我只是没想到您这么费心 我不是说了吗 我喜欢有头脑的员工 你有想法 我愿意支持你 自从上回跟莫衡吃过饭以后 我觉得你有点躲着我 这可不应该啊 没有 你是怕尴尬是吧 其实越是这样才越尴尬 这样吧 一会儿你有时间吗 我请你喝酒 不 还是我来请您吧 不 今天必须我请你 我保证 喝完这顿酒 我们就再也不会尴尬了 没什么 有过一见钟情吗 我 没有 我不信 真的 你别紧着啊 那你说说 你是怎么看待一见钟情的 我总听别人说一见钟情 但我自己没经历过 也没想过啊 我觉得男人女人 还是要先了解 需要过程 一见钟情是可能的 但是我这个 你先坐着吧 我去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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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还是要轻一轮 你会把电话说 我现在的电话 你在门口上 你去打一个电话 喂 马哥 我刚到海中 行 你来吧 好 谢谢 不客气 丽雅 都说酒可以让人更加坦诚 今天啊 我就想跟你坦诚相待 你和莫衡恋爱两个月了 你觉得你了解他吗 了解一个男人 可不是短时间的事啊 就他呀 我还算了解吧 了解什么呀 聊聊吧 他是个非常好的男人 一板一眼说到做到 信守承诺 现如今像他这样的男人 可真是不多了 那就是他变了 他可不是一板一眼的人 绝对不是 他以前热情似火 整天缠着我 不管刮风下雨 只要一下班就过来接我 手拉着手逛街看电影 他亲自给我做饭 整天饱包长饱包短的 真是烦死了 要是我出差 只要忘了给他打电话 他都睡不着觉 非要给我打通了电话 他才踏实 真是碾死我了 真的 我高兴了他才开心 我只要一拉下脸 他都得陪着小心 可是在我心里 他是最怕我 最宠我 又是天底下最浪漫的男人 他现在这样一板一眼地对你 你受得了吗 我觉得很好啊 他以前那样是因为他年轻 不懂事不成熟 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浪漫 而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是实实在在地生活 他让我心里很踏实 还有 我绝对不会让他怕我 一个男人要是怕一个女人 那感情长不了吧 行了 丽雅 这就是你吃不着葡萄 说葡萄酸了 一个男人怕一个女人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爱 爱得死去活来 还有 女人都需要浪漫 她现在在你面前一板一眼 立行公事 只能说明她不够爱你 于副主编 你这样谈论我的男朋友 你觉得合适吗 那 我就不绕弯子了 我现在想要莫横回到我的身边 你想要我的男朋友回到你的身边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呀 我已经决定了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由我说了算 你决定不了 丽雅 我们都实际点好吗 你看 你的路趴APP不是缺投资吗 只要你答应离开莫横 凭我的人脉帮你找个金主 绝对不在华夏 副主编 你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了 你现在是在给莫横顾驾吗 你得到你想要的 我得到我想要的 不好吗 不好 再说了 就算我同意离开莫横 莫横他也舍不得我呀 你俩才多长时间 他有什么放不下的 再说了 你根本不适合他 话我说到这儿了 你认真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 绝对不可能的 好 好了 谢谢副主编的红酒 还有我得谢谢你 让我了解这么多 莫横的过去 我一定会好好地对他 把他受的委屈 和受的伤害 全都弥补回来 行了 副主编 那我先走了 谁呀 来了 来了 爸 我喜欢的人是李洪海 不是谭林 谭林怎么啦 我今天才了解情况啊 人家谭林可真是喜欢你 好长时间了 这小伙多么出雷霸脆啊 年纪千轻就是著名设计师 靠自己分道 买车又买房 这前途无量啊 还有这个小伙多帅啊 还有这个小伙多帅啊 跟你爹当年那可真是有一拼哪 你跟他出去也般配啊 那个李洪海能跟他比赢吗 爸 你觉得他好 你跟他过去吧 你怎么说话呢你 爸 谭林他多好 他都不是我的菜 我不喜欢 您看不出老李的好来 那是您的问题 我跟他过日子 我觉得他好就行了 那可不行 因为我是你的爸爸 光你觉得他好 这事就成不了 爸 反正我跟那个谭林是不可能了 你就别再祸害人家了行吗 你还唯恐天下不乱啊 我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了 你就别添乱了行吗 我为了我们家闺女好 我就添这个乱了 这种要求他都提得出来 是啊 人家够坦诚了 什么事都放在明面上说 那你没答应干吗呢 我说我得考虑看看 得看他给我带来多少投资 你好歹也算值点钱啊 不能把你给卖亏了 不是 这种玩笑你可开不了啊 反正我们协议就要到期了 续约还待定呢 这次啊 就当给我做点贡献 这辈子我记着你的好 不是 咱们后面再说 咱们虚不虚约 可是毕竟现在还是协议期内 你得尽到自己 当女朋友的义务 千万不能答应他 你怎么对你前女 有这么冷酷无情啊 我太了解他了 你不能顺着他 他这人就属于那种 他只要干点什么事 全世界都要给他让路那种 是 我领教过了 小谭 我来不影响你工作吧 叔叔 瞧您这话说的 您能来给我坐镇啊 就是给我最大的支持 有您在我信心倍增 你挺有信耳的 叔叔 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您看我的行动 行 你忙你的 我呀观摩观摩 好嘞 画得真漂亮 这穿得够少的啊 你忙 你忙 这什么味啊 叔叔 叔叔 您喝的这是本 本 我这杯子拿错了呀 赶紧去医院吧 这有毒 有那么严重 不行 这东西有毒 我说 这 这肚子还真是有点疼 赶紧走吧 好啊 叔叔 实在对不起啊 您好点了吗 小谭啊 我没事 我没事 爸 您怎么这么不听话 没事你瞎拽有什么呀 可可 都是我的不对 谭林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你自己怎么不喝那本啊 可可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这事 跟小谭有什么关系 喂 裴红 可可 客户来取衣服了 你赶紧回来吧 我在医院呢 去不了 好 那我来吧 可可 你回去吧 这也用不着你 有小谭在这儿就行了 回吧 对啊 我陪着叔叔就行了 你回去吧 放心 那我走了啊 爸 看好我爸啊 一定 喂 可可 喂 可可 喂 老李 我爸住院了 怎么了 别提了 他跑到谭林的工作室去找谭林 不小心把给衣服打板的本 给喝到肚子里去了 他没事吧 医生说没什么大事了 那我到医院去看看他 不用了 我爸有谭林陪着呢 把我都给赶出来了 喂 老李 我觉得我爸和谭林的关系 越走越近了 以前我还没当回事 现在我真不这么觉得了 我爸可能真的看上谭林了 他看上谭林有什么用啊 你又看不上他 你别轻敌好不好 我爸要真看上谭林了 那咱俩的障碍不就更大了吗 那怎么办呀 你说怎么办啊 你到底是知难而退呢 还是迎难而上啊 那我当然是迎难而上了 这不是谁 我会不过来 你 còn没想到 尽管这本来你 有什么人 他 mor有的时候 或者是他 神尾 我的感觉 是谁 他会不会有什么大事 我没想到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